後天的夜景 大哥 是不是他 他睡著了耶 該叫他起來嗎 哈囉 你睡著嗎 嗨 你好 你好你好 嗨 阿爸 阿爸 嗨 嗨 我們來這裡是要找一個印尼蜘蛛人 請問你就是那一位蜘蛛俠嗎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叫你啊 你要飛鹽頭壁打獵 哇賽 大俠果然是 功夫深不可遮啊 那你打獵你都不用帶任何東西嗎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哇 這竹竿也太高了吧 大概有兩個我這麼高耶 這這這這這 這到底是要打什麼東西啊 手上有一個網子對不對 我知道這是要來幹嘛的 大家注意看 大俠 就是蜘蛛俠 他的給心應該是這樣用吧 你知道大俠 有沒有很有大俠的樣子 好啦好啦 買買你啦 交給你好不好 那這個要怎麼用呢 所以他是要接起來的 這比我想像的還要更長耶 哇你感覺要去很高很高的地方打獵啊 把它套起來 然後 來了來了蜘蛛網來了 喔 大哥我們可以把它張開來看 不要張開來 我們把它立起來看看好不好 哇 好高喔 這樣應該有三四層樓那麼高了吧 就是這樣子耶 有沒有看到 好像高爾夫球場裡面的那個大網子一樣 啊我說這位大俠 你有沒有這麼厲害啊 穿著襯衫加西裝褲 就要來飛沿走壁 還能用這個超大型的網子打獵 也難怪在當地會有蜘蛛俠的封號 只是話說回來 這網子會不會大的優點太離譜啦 我看拿來做恐龍都綽綽有餘吧 究竟是準備對付什麼特殊的獵物咧 哇 糟了 你們看看這樓面 好大的洞穴啊 這應該是石灰岩洞吧 我們就是要在這裡打獵嗎大哥 這長長的釣竿到底是要捕魚咧 還是捕燕子 還是蝙蝠之類的東西咧 但我想看它的實力 應該連飛機都捕得到吧 我們先進去看看再說好了 大哥我們繼續走吧 哇賽 沒想到這個看似不齊眼的樹林裡 竟然暗藏了這麼一個超級大洞穴 我看實在一大台飛機進去都不成問題吧 不過話說回來 看大哥 那麼大費周章把網子扛進來 這裡肯定暗藏玄機喔 不囉嗦 趕緊跟上大哥的腳步喬喬去 到了到了 這樣走過來呢 其實還蠻漂亮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天洞啊 然後光會從裡面透進來 然後這裡面居然還有洞中洞耶 我覺得一般人來走都已經不容易 更何況我們兩個還拿著這麼長的竹竿 大哥 你現在可以告訴我們 到底我們要獵的是什麼東西了吧 你用這個竿子要怎麼抓那個老我啊 對啊 他要先爬上去 蜘蛛人在飛眼走背就是這樣子 你都沒有帶任何工具耶 對啊 大哥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這裡面要不是我們已經打了燈光 根本身手不見五指嘛 加上山洞裡本來就很潮濕 我看這一大片山壁 應該比溜冰場還滑吧 就算是專業的攀岩專家 要是沒有萬全的準備 也不敢輕易攀爬喔 更何況大俠您 還是穿著襯衫加西裝配假腳脫 還加一個礙事的大網子 我看您還是別鬧了吧 搞不好就會出人命的 大哥開始爬了耶 他好熟練 而且他手上任何工具都沒有耶 然後他現在上去他還要拿竿子耶 我覺得大哥應該是有算好一個路徑 他從這邊上去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路 然後他就拿這個竿子一路爬耶 真的很不容易耶 那竿子很重 真的不像你們看起來那種輕鬆 大哥現在又爬到更高的地方了 你看他這網子到底要怎麼架啊 我覺得上面好危險喔 因為我們下面這邊的土都是濕滑的 上面如果不小心沒踩穩就會掉下來耶 他真的是蜘蛛人 這也太恐怖了吧 眼前這片山壁少說有七八層樓的高度耶 角度更是接近垂直的九十度 光滑的山壁也沒有任何立足之地 大哥只能手腳並用在上面爬行 還得不時注意手中的大網子 要是不夠膽大心細 跌下來的話 後果肯定十分淒慘啊 小心喔 痛得我都緊張 怎麼感覺好像是我自己站在上面一樣 他現在要架 他要架網子 你看他坐下來 他跑到最高的地方 然後那個竿子像釣竿一樣 遠遠的看 是不是很像古代那種風神幫裡面的那種 香子牙嗎 很像一個影視在仙境裡面的感覺 他現在要把網上開了 喔原來是這樣子 他那個網上開是個V字型的 像這樣 然後他再把他放下來 倒掛了上 那我們要怎麼讓他跑出來啊 我們可以抓到多少隻啊 大概 很多耶 怪怪 這還真是發育我看過 最最最最奇怪的打獵方式耶 此時只見大哥躲在山壁之中 同時將大網伸出洞口 一不准備採取守株待兔的姿態 難不成這老窩會來自投羅網嗎 而正當我們還在疑惑的同時 忽然有一個黑影竄株戰鬥 大哥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 開始操作手中的大網 欸 被迅雷不出來了 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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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抓到了 哈 這是蜘蛛人大戰蝙蝠俠 哇塞 原來印尼人是這樣抓蝙蝠的 我從來不知道耶 好危險喔 我又抓到了 又抓到了 大哥 多抓幾隻喔 喔 原來這老臥就是蝙蝠來的啊 而這蝙蝠能吃 相信大家多少都聽說過 不過 用這種方式補蝙蝠 法育我還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耶 只是話說回來 冒著生命危險爬上懸崖峭壁 竟然只是要補蝙蝠 這會不會太高工啊 難不成這蝙蝠有什麼特別之處 大哥 我看一下你抓到的蝙蝠 喔 都在背包裡面耶 它會飛出來嗎 它會飛出來嗎 哇塞 哇塞 有幾隻耶 一二三四五 五隻 哇塞 它好像老鼠喔 你捕蝙蝠這樣一個月可以賺多少錢啊 不一定 一天 平常50 三萬到五萬喔 這樣子也不多耶 一天這樣一百多塊錢而已耶 大哥 你做這一行做多久啦 不久了 這麼久喔 哇 你剛剛這樣爬上去很危險耶 你有沒有受傷過喔 沒有 那是只有你做這件事情 還是印尼人 補蝙蝠都是這樣子的 呀 這樣就像這樣 但是 蝙蝠都不一定不敢 真的耶 你真的好厲害喔 而且你好瀟灑喔 你穿西裝褲還爬這麼高 然後現在腳還擺這樣子 真的很帥耶 這樣子 各位觀眾 我要鄭重的宣布 印尼蜘蛛人大戰蝙蝠俠這一回合 蜘蛛人勝利 耶 也太辛苦了吧 為了一天一百多塊台幣的收入 竟然得拿生命冒險 只能說生活真的不容易啊 不過咧 聽大哥說這蝙蝠在當地 可是被視為搶手美食喔 據說還有治療氣喘的功效 如果不吃吃看 那就太可惜囉 大哥好了嗎 收了吧 收了 好了 來來來來 喔 這真的是爺味中的爺味耶 它看起來是不是很像 骷髏頭耶 地泥都是這樣直接吃的嗎 是吧 是吧 呦 蝙蝠肉 喔 來吧我們來吃吧 從它的手臂開始 哇好Q喔 好像雞腿肉 我看大哥你連骨頭都撕下去耶 有這麼脆是不是啊 我吃吃看 我吃吃看 真的好脆喔 真好吃耶 喔印尼野味 I like it 出乎意料耶 沒想到看起來恐怖的蝙蝠 吃起來如此的香酥可口啊 就像在啃雞脖子一樣耶 這還算不錯的下韭菜喔 世界定定